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Promaco基础课程的第十课 然后就是深入实践 将Promaco嵌入到Jungle的服务器 在网页上操作远程服务器 这节课的课程目标有三个 一个就是设计简单的Jungle的界面 这牵扯的知识由HTML, CSS 还有Jungle的Template 就是Jungle的模板 然后查询远程服务器状态这个网页呢 它涉及到知识 当然也有Jungle的一些知识 还有一些Promaco的一些基础的操作 然后就是观察执行的结果 这个步骤 那个要求的一些知识 就是HTML和Jungle的这个字典 一个Dictionary 然后我们看一下Jungle的页面 然后再入配置的时候 它其实再入的是左边的这个 我们之前课程里面一直用到的这个 Section Atoms这样的一个TXC的配置 然后我们会在网页里面显示右端的这个 选择文件和提交的这样这么一个网页 然后在这个加载配置并显示服务器列表的这个网页呢 我们就会从配置里面把这个服务器的这个名字给读取出来 比如说我们设计的两个那个远程服务器 比如叫仙剑里面的神魔之井啊 昆仑仙境啊 这两个服务器 然后我们点部署的话 它就会执行执行那个我们需要的操作 最后的时候一键部署并显示了 执行结果 比如说我们查询那个是每个服务器的当天的时间 神魔之井的时间我们就显示在后面 昆仑仙境的这个呃 我们我们也显示在后面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看如何编程 我们先看这个网页 Home View就是我们我们看到的这个呃 这个东西 这个再入配置这个页面 然后然后的话我们在这里边这里边 再入一个文件 再入一个文件的话 它需要在这个view里边 首先是在这个url里边 要要定义这么一个处理它的这个函数 具体的处理是在home里边 然后我们首先判断一下 有没有如果这个请求里边有这个fails 也就是说有文件 fails request.fails ok 然后我们把这个定一个config 把它给读就之前的config拍子了 实力化一个对象 然后读取read 要readfp直接读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就遍立它的section config.sections 我们可以打印出来它这个section 首先它有一个hostname config.sections 然后就是host 我们很快速的把它给给读取出来 host还有它的port username I will type the password 然后我们怎么处理这些文件呢 然后我们怎么处理这些文件呢 就是从文件出得到这些一个个的字段 我们就设计把它保存在这个数据库里边 比如说我们建立这个model shinfo的model 把这些全部存起来 这个注意的地方是因为这个hostname它是我们设计成中文 要定义它的unicode的方法 就是说显示出来这个model的话 它就显示这个hostname 我们这里的话可以创建一个t可以创建一个t可以用这个ssh 刚才建立那个model objectsupdate or create 然后这个hostname 等于hostname host 这个是将过的一种写法 就是说它会比较检测 如果没有的话就创建 有的话就那个更新 等于us啊 每个都复过去复制过去 然后我们就新建了一个model 嗯 我们然后保存 把这个model给保存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需要读取之后需要显示它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这个过程 这个步骤一旦执行完 我们就可以从sshinfo这个objects里面 把它所有的这个对象给拿出来 我们这里边可以加个判断 如果它的长 如果这个里边有读取的话 有配置的话 嗯 就是大于零的话 我们就渲染 就是说把这个配置给渲染出来 配置里面的东西 就是ssh list 这个然后把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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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我们看这个ssh list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把这个 呃 便利了这个ssh 把它给显示出来 把它hostname给显示出来 让我们看得到 然后它这儿还有一个button button的话就是那个部署 那个那个东西 就是这个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一个是显示这个神魔之景 就是每个每个这个 呃 ssh info的这个名字 嗯 下面有一个部署 这个这个空间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jungle的这个模板的 一些知识 我们下去可以了解一下 然后我们就把 把这部分给处理好了 嗯 它一旦一旦你把它显示出来 它如果点这个 点呃 点这个部署的时候 它会执行什么操作呢 这个ssh list 点部署的时候 其实在我们设计的 它会呃 它会那个发到这个 runssh cmd 这个url里边 然后我们在在这个 在这个jungle的这个 这个myblog.url里边 里边要处理它 这这个name 等于这个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个view里边的 runssh cmd 去处理它 怎么处理呢 然后我们这定义了这个 这个处理函数 runssh cmd 我们我们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把这个简单 最简单处理办法 就把所有的这个这个ssh h info给取出来 就是所有的这个远程服务器的信息 给处理处理出来 然后去便利它 sh in ssh 然后我们因为要执行命令 所以说我们新建一个paramical client的对象 其实这个地方是我们处理过的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不像之前 把配置给读取出来 因为它这儿不需要配置 已经通过网页 已经加载进来了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 其实是需要在connect的时候 把这个ssh model 就这个地方 ssh model给导入出来 从这里面取到它的相关的配置信息 这样的话是更直观 更方便的 而不需要再读取配置 因为读取配置在我们的第一个网页的 已经执行过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在 在这个connect的时候 它需要传入这个ssh 然后我们就开始执行 执行一个简单的查询指令 比如说date 然后我们又一个改变 就是在run command的时候 会把这个查询结果给返回回去 就返回这个查询的这个结果 然后便于我们在网页里边做显示 我们这个时候呢 需要把这个网页 查询查询信息反到这个 反到这个网页里边 然后我们就新建一个字典 command rest的这个字典 然后这个字典呢 它的k k是这个 这个hostname 每个远程服务器的主机名 然后它的value就是这个查询的这个结果 我们最后把这个网页渲染回去 每个网页就我们cm command rest 这个网页 然后它的需要这个结果就是command rest command这个字典 我们看一下command rest 这个网页的话 它其实就是说便利了这个command rest的这个 这个items 它里边的这些数据 然后把它给显示出来 其实这个k就是我们 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hostname 这个value呢 就是查询这个主机的这个结果 嗯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 jungle的服务器给启动起来 它开启了一个800的端口 我们可以打开 这个网页上打开它 它报错了 说这个viewhome里边没有返回这个 这个结果 然后我们检查一下 哦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return 这个就对了 然后我们再再打开一下 哦 对 现在就正确了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文件 config这个文件 把它提交 可以载入进去 然后我们看到 它显示神魔之警和昆仑先进 我们现在可以一键部署 对 现在它就显示了这个呃 执行每个远程服务器操作的这个结果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然后我们主要就是把prameco作为一个呃 应用 然后部署到这个jango服务器上 然后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呃的远程的操作更加的直观 直观化呃 不容易出错 也可以让自己的这个呃 这个这个应用给一些根本就不知道它内部实现的人 比如说它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这个做查询 它是怎样实现的 但它内部其实是利用这个jango和这个prameco相结合 查询远程服务器 而且可以很直观的做显示 大家下去的话可以做自己的这个实现 这节课就上了这里